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台湾上报宋国成先生的长篇分析文章 2024年习近平面临十大危机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2024年习近平面临十大危机 台湾上报刊登宋国成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 今年以后 中共的危机态势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有些旧危机是新危机的萌芽与前兆 有些新危机则是旧危机的延续与恶化 新旧交谍 已使中共政权处于内外交迫 危机四伏之中 第一危机 美中关系脱钩断裂 2023年12月12日 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 发布一份两党议员联署的大型意见书 这份长达53页 内含150项建议清单的报告 称为重置预防构建 这份报告 以三大重点为支柱 重置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遏制美国资金和技术 流入中国 为其军事现代化和人权迫害 提供助力 投资技术领先 并与盟友共同建立具有任性的经济联盟 可概括为三个段 贸易断钩 资本断供 技术断流 这份报告进一步呼吁 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 包括取消二十多年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待遇 也就是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 这份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抗共保美清单 建议切断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资本和技术流动 整个报告的关键词落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必用党国力量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对手 对美国构成严重风险 换言之 这份报告旨在建议美国与中国必须脱钩断裂 即使这份报告是否成为行政部门重建美中关系的具体政策 尚有一段距离 但至少证明美中关系至今没有得到缓解 甚至持续恶化 尽管习近平在2023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中 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了愿与美国结盟并做美国朋友 但习近平这种翻转和变身 有人称之为微笑外交 实际上是面具外交 已经被视为外交姿态的矫情表演 而不被国际社会所信任 换言之 美国不吃习近平这一套 据估计 2024年以后 美中关系将从巨风险走向战略性脱钩 再到大面积锻炼的地步 理由是 中国对美国已经做出终极对抗的战略准备 日前 纽约时报依据一份卫星监视影像指出 中国正秘密恢复和重建 已经废弃达60年的新疆罗布泊河市场 新挖了深达536公尺深的竖井 还新增了许多设施 包括新挖隧道 铺路 新建筑群等 显示中国正在准备一场 你死我活的美中核武决战 实际上 有不少人怀疑 12月18日发生于甘肃青海的6.2级地震 可能正是罗布泊秘密河市所造成的核爆地震 理由是 这次地震是一种底层挤压型的地震 以致造成青海省出现沙涌现象 地下含水量沙层遭挤压破土而出 形成泥流 都间接证明 甘肃地震极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地震 中国一旦走向与美国的核武竞赛和对抗 必将重蹈当年苏联由于与美国进行核武竞赛而导致国雄民困的覆辙 特别是在中国未来十年处于低度经济增长的局面下 这种继续穷兵独武的战略疯狂 必将使中共重演苏联解体的命运 第二危机陷入南海战争 尽管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院 做出了中国对南海主权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是无效的 但中国既不承认此项判决 也从未停止对南海岛礁的军事化行动 由于中国始终主张对南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 这几乎惹毛了所有南海主权声索方 2023年12月 中国海警船与菲律宾补给船 分别在黄岩岛和美济礁发生对峙和冲撞事件 使南海的紧张形势迅速升高 甚至濒临战争边缘的状态 自1995年起 中国就占领了美济礁 并开始在此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 1999年菲律宾占领了仁爱礁 与美济礁隔海对峙 2012年 中国则控制了黄岩岛 随后 自2018年起 中国就开始向美济礁 主主臂礁和永暑礁 部署了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 并经常对菲律宾进行包括围堵 禁航 驱离和冲撞等等战术攻击行动 中国的目的 一方面试图驱离美国在此一地区的影响力 一方面试图打击西太平洋 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国及其盟军的军事基地 美国和菲律宾自1951年起就定有美非共同协防条约 近期美非又定立了加强防御合作协定 只要中国对菲律宾的攻击造成伤亡 就会受到美国的反击 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也寻求日韩印度等国的协助 除了已经允许美国驻军之外 还提出非日两国相互驻军的构想 未来如果情势继续升高 极可能在这一地区爆发一场针对中国的围中之战 中国必将遭受星巴国联军 美非日韩印澳英南海主权声索国的集体围剿 第三危机异化的民族主义 从一战结束到二战期间 特别是德国纳粹主义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与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过程 说明了一些自认屈辱性的强权国家 在面临内外交迫、经济封锁、权力竞争 与国际孤立的困境之下 最容易形成一种疯癫的、失控的、叫魂的民族主义 并且进一步采取报复性外交或无理性侵略 来展现学耻复国的强势立场 乃至危害现有的秩序与稳定 学耻复国向来是独裁者最廉价而有用的法宝 授予独裁者采取以军事对抗 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绝佳理由 中国当前正处于以民族主义进行 报复性扩张的失控状态 一方面开始实施自己自足的封闭经济 一方面实施极端的对外扩张 据自由时报报道 去年12月发生在日本一家 名为中华西太后的中式餐馆 由于在疫情期间 与门口张贴禁止中国人及韩国人入内 遭到旅日中国网红由头四六份的骚扰 事件曝光后 立刻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 日本反中情绪再度升温 不少日本网友甚至高喊中国人滚出去 另外最近发生一个小粉红 拧了一把鼻涕 涂抹在台湾驻加拿大领事馆的招牌上 这种中国小粉红现象 其实就一种民族主义的武器化 问题在于 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在中共的组织 规划于鼓动之下形成的 但是一个失控的民族主义 也会转过来使操纵者失控 一方面由于操纵者对民族主义的控制能力不足 导致操控者被民族主义驱使和绑架 造成脑热与蛮干的冒险行动 另一方面在习近平强力洗脑 洗出一些脑残粉红之后 这些粉红反过来逼迫他们的领导人 不得向世界低头示好 不得对反华势力妥协退让 这种现象称之为异化的民族主义 这将使得中国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精神毒瘾 无法迈出与世界友好合作的步伐 最终走向一种不计后果的全球对抗 第四危机走向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是指货币供应量少于流通领域 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 也就是社会消费支出不足 从而引起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 持续下跌的现象 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 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 自2023年4月以来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都徘徊在0% 在7月数据掉到0.3%之后 8、9月回到0.1%和0% 但10月份再度出现-0.2% 至于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更是连续13个月负成长 去年10月份为-2.6% 依据中国官方去年10月份统计 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用来衡量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变动 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 用来衡量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的变动 双双出现下滑 换言之 即使商品价格下跌 消费者依然不敢消费 其中PPI下滑更为严重 两项指标都显示 中国将陷入持续恶化的经济衰退之中 第五危机 中南海全力震荡 火箭军事件 李尚福事件 秦刚事件 与李克强猝死事件相继爆发 各方认为这是习近平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 而进行一连串的权力大清洗 表面上 这是习近平 以铲除忠臣的方式 巩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 但实际上 可能造成党内人人自危的 离心力量与戏人危机 习近平已经进入老龄执政的阶段 在共产党历史中 领导人往往年纪越大越危险 越失控 一方面恐惧生命苦短 时日不多 一方面充满壮志未酬的焦虑感 斯大林如此 毛泽东如此 习近平看来也是如此 习近平的疏失 不仅在于改变中共的传统党规 更在于不愿建立接班人制度 以及及维稳 知名强力压制人民的不满与批评 这就会产生两院危机 民院与党院 一方面 当安倍晋三 李克强等政治领袖死亡时 人民心中普遍产生一种 可惜不是你的怨 一方面 一旦习近平有什么三长两短 必然提前在中央层级产生争夺接班人 又在事后争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斗争 最近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新平毛泽东运动 即捧毛来定高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 特别是在去年的权力大清洗中 习近平清洗了自己亲自提拔的人 不仅证实了半军如半虎 更造成半军如送死的恐惧感 这是一种党性碾压人性的无良政治 也就是靠习近平越近死得越安静 可以预见 来自民间自发的反习声浪将由小到大 来自党内逼宫习的夺权力量将由暗党民 换言之 在习近平的速滩速杀之下 中南海的权力震荡很可能发生 其惨烈情况更是难以预料 第六危机深陷国际孤立 中国最近召开了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再度提出斗争口号 敢于斗争 敢于亮剑 积极备战等等 重新恢复战狼外交2.0版 这必将使中国再度陷入国际孤立状态 这包括美国将重制中美关系 不断在南海挑衅 造成印太国家联合抗中的态势 不公平贸易与企业补贴政策 导致欧盟采取反补贴调查等等 这种孤立概括为三重孤立 美亚欧三个区域性孤立的状态 特别是美非之间加紧军事协作关系 随时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以及美非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越南也开始倒向美国 成为美国有岸外包 Frank Schorling的对象 以及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然而中国依然叫嚣武力统一台湾 造成全球一致反对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压力 从区域孤立到全球孤立的局面必将出现 中国当前面临的真实外交局面 就是大朋友都跑光了 只剩下一些小朋友 例如北韩 伊朗 俄罗斯和缅甸 这些受到国际制裁的流氓国家 这四个国家已经被视为邪恶轴心 是破坏国际体系的麻烦制造集团 换言之 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跌落至末段般 陷入一种塔西陀陷阱 Tacitas Trap 已经无国际诚信与价值号召力可言 成为众所公认的国际公敌 第七危机 中欧贸易战一触即发 在2023年12月7日 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显示 中欧关系已经撕破了脸 中国摆明了 不会在俄乌战争中支持欧洲 也无意在中欧贸易失衡问题上做出让步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到近4000亿欧元 欧盟认为 这种贸易失衡既是不可持续的 也是不可忍受的 目前 欧盟已经展开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 估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公布调查结果 毫无疑问 中国行之多年的贸易补贴政策 必然证据确凿 在此同时 欧盟也自去年5月17日启动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如果中国不愿在出口补贴和贸易公平问题上做出让步 极可能遭到欧盟进一步的贸易制裁 进而失去大部分的欧洲市场 甚至引发继川普之后的中欧贸易战 第八危机 官僚失能 治理失败 一 疫情高爆发 白费疫情 由于疫苗效力的低落 医疗能量的不足 公共卫生条件的落后 使中国处于疫情高爆发 传染大规模 死伤较严重的情况 在历经新冠三年动态清零之后 中国官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和谋求改进 这就是官僚躺平的现象 在中共这种缺乏民意监督 权力制衡 仅仅只有党内问责的体制下 这种每次流行性疾病 甚至是新冠变种 就造成疫情高爆发的现象 只会越来越严重 二 灾难常态化 贵州地震与杜苏瑞台风 这次甘肃发生规模6.2的地震 人民在房子倒塌之后 跑到户外避难 在零下10度的低温下 坐以待毙 显示中国当局的灾难防治 非常疲软和落后 有人甚至怀疑 这场地震 是中国进行秘密核子试报 所导致的人为地震 加上更早之前 杜苏瑞台风席卷 中国华北地区 造成重大灾难 官员采取的是 保中央 不保人民 保维稳 不保救灾的态度 这几乎是一种 官僚杀人的事件 至今依然积累极大的民怨 第九危机 资产三流失 财政 投资 人才 一 财政部分 2023年 中国的各种经济数据中 出现一个关键指标 那就是 政府的阅读财政公共预算 出现明显下降 实际上 自五月份起 中国的月度财政收入的增量 开始下滑 到了八月 财政收入增量出现了负值 同比2022年八月 短少了600亿人民币 财政萎缩的主因 来自各种税收的减少 依据2023年 一至八月统计 消费税下降了9% 显示民生消费 确实出现萎缩 企业所得税 下降了7.6% 显示企业的利润 确实下滑 个人所得税 下降了0.1% 幅度虽然不大 但也显示人民的所得 出现刚性下降 另外 进口货物增值税 和出口退税 同时下降 显示出口疲软和无力 印花税 下降了8.9% 其中 证券交易印花税 下降了29% 是金融活动衰退的表现 另外 在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 耕地占用税 都同时下降 显示房地产处于下行 萧条的阶段 二 投资部分 依据2023年第二季度的统计 境外对华直接投资 下降到49亿美元 创下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 与2022年同期相比 降幅达到87% 目前这个数字 已经达到92% 显示外资流失的规模 非常庞大 而且继续攒流失 相对的 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 相较于2016年 暴跌了25% 换言之 中国同时出现了 内外投资 双流失的现象 也就是 外国对中国的投资金额 低于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 也就是撤资 大于新增投资的趋势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去年11月3日 公布第三季国际收支统计 外资第三季 直接投资总额 为付118亿美元 为1998年建立统计以来 首次出现复值 另一据经济学人的估计 依据中国习惯于 模糊和灌水的国际收支数据 实际上可能掩盖 高达5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 另一据中国美国商会 2022年秋季的调查显示 66%的会员企业 将中美关系紧张 列为中国市场主要的风险 另一方面 中国日本商会 去年9月 针对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 近五成的会员表示 2023年不投资 或将比2022年减少投资 三 人才部分 华尔街日报去年7月5日 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中国的净移民人数 在2018年已接近30万人 所谓净移民 是指一段时期内 移居到国外的移民总数 减去每年 移居到国内的移民总量 移出减移入 这些移民 大多数是富人 或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 也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 资产超过100万美元 从数据来看 2017年 富人的净移民人数 超过1.1万人 2019年 超过1.5万人 从净移民中的富人 流出数据来看 2022年 有1.8万富人移出 2023年 有大约1.35万名富人 离开中国 净移民的增加 移出大于移入 也反映外国人才流入的减少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2020年 上海和北京的外国居民 仅为163,954人 和62,812人 较2010年 分别下降了21%和42% 人才流失 必然造成资产外移 技术流失 经济倒退 社会退化等等危机 地时危机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依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2023年12月发布 中国经济危机展望指出 如果中国不能在短期内 解决房地产价格暴跌 所引发的金融危机 按考虑到物价波动的 实际增长率来看 1%左右的GDP低增长 将形成常态化 换言之 中国要实现到2035年 民意国内生产总值GDP 翻一番的目标 将非常的困难 综合各方的分析 未来10年中国的GDP 将处于0%至3.5% 低档徘徊和增长乏力的状态 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一个国家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 并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准后 出现了停滞或卡关的状态 这种停滞状态表明 既无法在技术上 与先进经济体竞争 也无法在工资成本上 与低廉经济体竞争 造成经济始终上不上 下不下的状态 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平均每年6%至7%的GDP增长 若合并技术创新的不足 党管经济以致扰乱市场的自主与活力 加上贫富不均与人口老化 中国必将跌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之中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许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Lilafone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雅典魏城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